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年孤独 估计我们不少朋友们观众们都看过 这个关系都特别复杂 人物之间啊那些脉络啊那些包括人名吧 如果我们看金史呢 有的时候特别看那个人名啊 确实是跟看百年孤独产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他们之间的这种血脉啊 谁是谁的爹啊谁是谁的叔祖啊谁是谁的侄子啊 有的时候还真难弄清楚 而且那金朝特别是金朝初期的人名也挺复杂 这一个人呢他又有中文名又有女真名 他那个蜿蜒式的贵族呢 他又有汉名又有女真名 还有什么小小名啥的 如果对金史不熟啊 看得出来那些蜿蜒这个蜿蜒那个的 一时万时还真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 至于他们之间的辈分呢 如果我们看什么蜿蜒宗汉啊蜿蜒宗盘啊 这些中间有个宗字的 还可能还比较好分得清 如果没这个宗字 就不知道这帮人的辈分了 比如金西宗蜒颜胆 他的生父呢是蜒颜忠郡 养父呢是蜒颜忠干 蜒颜忠郡呢 又是金太祖蜒颜固达的嫡长子 蜒颜忠干呢 也是金太祖的儿子 但他是庶长子 金西宗蜒颜胆这个人呢 从小深受汉文化影响 金朝呢 就是在他手里开始走向汉化的 而且他还曾经立志 就要当一位旷世明君 就要变成唐太宗那样的人物 建立不朽功勋 而他的汉人老师韩仿呢 也是希望他能够成为 像唐朝的先代的君主 唐太宗一样 而留名后世 当然啦 对于金西宗本人呢 可能他心中更向往 能成为前妻的唐玄宗 可能是他本人和唐玄宗呢 有类似的这种经历 都是在幼年的时候呢 失去过至亲 这样他更能呢 对唐玄宗产生共鸣 可惜金西宗他登上皇位的时候呢 毕竟还太年轻 和那位李隆基当皇帝 已经是城府颇深的 成年人这样相比呢 他确实是跟他不一样 既然有了一个不愉快的童年 有了个不愉快的青少年时代 那我们这金西宗坐稳地位之后 他能走出这些阴影吗 我们本集会细说 细说金西宗之前呢 我也希望大家多发弹幕 能和美老师呢 咱们多多沟通 我们上一集就讲到 金西宗完颜胆继位之后呢 实际上一直受制于几位全臣 就是那些宗室老干部 由于金国高层这种频繁的 血腥的相互之间的屠杀 还包括他自己政治怀抱 不能展身这样的压力呢 使得金西宗啊 就由原先这样一个 历经图治的青少年 最终呢 变成了一个中日需求的 残忍暴虐的 这样疯子一样的人物 从政治观点方面看呢 金西宗他从理智上 肯定呢 认同完颜宗干和完颜西眼 他们的做法 但从感情上呢 他和完颜宗盘关系也不错 金西宗六岁的时候 他爹啊 完颜宗郡就死了 那么当时作为金西宗叔父的 完颜宗干 就按照当时女真人的救赎 收继婚 这样的惯例呢 娶了金西宗的生母 也就成为呢 金西宗的养父 别看这万颜宗干是金西宗的养父 他非常照顾这个侄子 对他的关怀呢 远远超过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比如说像万颜亮那些人 所以养父万颜宗干 病逝之后啊 金西宗多次是卑不自胜 非常痛苦 而在金西宗继位初期呢 这万颜宗干 为了在经国国内推行那个汉化改革 一直是忍辱求全 甚至多次当朝 就被是万颜宗盘那些人 扒刀相降 对此呢 当时没有什么真正失权的金西宗啊 他当时还是个青少年嘛 也无力 主动出面维护 他这位最敬重的养父 所有这些事情呢 都在早期啊 造成了金西宗心理上那种 愤怒和压抑 完颜室的这个宗室亲王啊 包括金西宗的这些书祖 书伯 就非常顽固的反对 金西宗的汉化 这样的改革政策 而且这些人呢 一而再再而三 大庭广路之下 侮辱金西宗最敬重的 养父的万颜宗干 最终呢 也造成金西宗在内心之中 特别痛恨这些宗室亲王 这种当时痛恨 导致的心理压力 就是日后的一旦金西宗 他自己真正掌握十全之后呢 他就屡杀宗室 当然了 他屡杀宗室的原因呢 也跟他日后酗酒成瘾有困 对于所有那些殷勋守旧的 那些女真贵族 那些保守派 对于他们来说呢 金西宗他从少年时代 就是养在湾烟宗干家里 而且呢 老师韩访又是个汉族人 因此呢 他们就认为 金西宗 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 这也就导致金西宗啊 从青少年时代起 他就有心理认同危机 在汉人韩访教育下呢 金西宗从少年时代 就认真学习了汉人的语言文字 诗词歌赋 包括书法啊 服饰啊 你包括平时的娱乐 就玩 什么豆茶啊 焚香啊 围棋啊 橡棋等等 基本上啊就是汉人文士的游异方式 但当金西宗 哎 十六七岁当了皇帝 继位之后 进入宫廷 他面对呢 却是许许多多 那些宗室权贵 他们要一直要保持的女真旧俗 他就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 而辅政的蜿蜒宗汉呢 还曾发布命令 当时就强硬的表示 金随处既归本朝 一同风俗 一仰消去头发 短步左人 敢有违犯 既是尤怀救国 当政典型 不得措施 所以说当时的金国 金朝和日后满清一样 他在汉族聚居期啊 就强制汉人 改成那女真的习俗 替发左人 但凡不替发的 穿汉服的 刀除绝除死 而当时这些女真贵族 把金西宗 看成是一个汉家少年子 金西宗本人呢 实际上也非常鄙夷 这些宗室贵族 就这些人 就是无知的依敌 把这些人看作 不开化的野蛮人 但金西宗本人身上的流淌的 却是实实在在 女真血液 因此呢 又使他无法 完全从心理和文化上呢 就认同汉族的文化 那么金西宗继位之后呢 按照汉族 皇家那种传统 君主和臣下 他们之间 自然不可能啊 有这种游艺活动 来进行的 就说啊 你皇帝 你不能跟他们玩在一块 实际上呢 你说这些金国贵族大臣 你说围棋啊 象棋啊 什么喝茶那种 繁琐的方式 他们也不会啊 我们从金史当中 就可以看出 金西宗这一生 他作为女真皇帝 还一直保持 女真人春水 那种出列习惯 就类似于 辽国那种四十纳伯 因此金西宗这个人 他即使从内心深处 鄙视女真人 这种又打又杀的 这种所谓的传统方式吧 但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 他也只能 经常和这些 无知一敌 这些亲戚们 用女真的传统方式呢 来进行沟通和娱乐 如果从今天的心理学角度 看待历史上的金西宗 就能在盟主成怒上 理解他当时 那种很多变态的行为 他内心的痛苦啊 是无法用欲乐 或者是权力来驱散的 也无法和一般人呢 来倾吐得到缓解 所以说呢 他就开始酗酒 借酒消愁了 特别是在金西宗执政晚年 根据史记记载 日语近尘酣言 祸即业 莫能见之 我们要知道 美酒这东西 虽然能够使人 精神放松 沉醉 暂时忘记一切烦恼 但同时呢 又能够非常大程度的 破坏人的精神系统 加上这种压抑的朝堂气氛呢 就可能导致呢 金西宗的心理变态 金西宗酗酒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是饮阵止渴 就算当时没有心理医生 给他进行心理疏导 实际上作为皇帝 他也不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伤害他自己 那么金西宗这种酗酒成性 是不是和他小的时候 成长环境有关系呢 现在流行一句话 叫什么呢 有的人以一生来治愈童年 实际上金西宗啊 也就是这样的 他自幼呢 生活在养父 蜿蜒宗干家里头 虽然这个养父对他很疼爱 毕竟这金西宗啊 幼年开始呢 就在这个养父 蜿蜒宗干家中 蜿蜒宗干家 我们想啊 当时是一夫多妻 这样的特殊环境 你想一六岁小孩 这么多女人 作为这么多仆人 这么多 跟他不是一个妈的兄弟姐妹 因此呢 他的幼年时代和童年时代 你说他能真正享受到 真正的家庭生活吗 能有真正的这个 母爱的温暖吗 肯定是没有的 金国天正元年 当时虚岁二十的金西宗呢 就把裴满室立为贵妃了 正式组建起他自己的家庭生活 裴满室呢 是金国九大贵族之一 其他八大家呢 分别是图丹室 唐阔室 普查室 拿懒室 普散室 赫什列室 布林搭室 包括这个巫古顺室 在金国初期呢 那些皇帝 包括这些皇子皇孙们 不论是娶妻啊 或者下嫁公主啊 都严格信定在这九大家族范围之内 可想而知呢 当时金西宗 这个正妻裴满室 出身也是非常尊贵的 当然了 金西宗封裴满室为贵妃 并不说当时才娶她 金西宗没正式继位之前 就已经娶这个裴满室为妻了 那么这对夫妇呢 开始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生活应该还是挺美满的 感情肯定还是很恩爱的 我们要知道天会十三年 金西宗继位 转年呢改元嘛 天眷元年就公元138年4月27号 金西宗就加封裴满室为贵妃 同年12月25号 她又进封裴满室为皇后了 同时呢 还任命裴满室的父亲忽达为太位 追赠裴满室的曾祖父邪也为司空 追赠她的祖父胡沙呢为司徒 值得一提的是啊 裴满室啊 是金国历史上低位皇后 在此之前呢 因为金国的后宫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皇帝的妻子 比如说金太祖啊 金太宗 他们的妻子呢被称为大夫人 他们的次世呢就称夫人 这次封后呢 金西宗还让他的岳父胡达 充当啊 册封皇后的正史 说这个举动啊 是非常暖心的 无形之中呢 等于是又撒了一把狗粮 但谁能想到呢 元先啊 这对本来非常 哎 恩爱的夫妻呢 后来是渐行渐远 甚至呢 刀刃相见 皇统元年 就公元141年正月初十 金西宗本人呢 接受大臣呢 给自己上的尊号 从天体道亲民文武圣德皇帝 同时呢 哎 这个裴满氏也要尊号 辞名功效顺德皇后 皇统二年 公元142年 2月24日 裴满氏呢 在天开殿 还生下一个皇子 这一年呢 金西宗24岁 忽然喜德皇子 又是正妻皇后所生 特别高兴 他亲自给了皇子取名 什么呢 叫温延济安 然后大赦天下 3月25号 金西宗就正式册封 湾羊济安 为皇太子 同时呢 又封裴满氏的父亲 那太尉忽达为王 然后呢 又赐给他了好多什么牛蒲啊 马牛啊 骆驼啊 也包括羊就赐了五千只 所以说当时啊 对这个皇后一家 是家恩及后 可惜的是 同年12月26号 这小孩子湾羊济安啊 就忽然得病了 看到自己的儿子得重病 金西宗和他的皇后 这两个人 马上到佛寺去烧香 夫妇两个人 当时都痛哭流涕 为这儿子 蜿羊济安 祈祷平安 同时呢 宣布打赦 方圆五百里内的罪徒囚犯 把他们都放了 以此呢 来为自己的小儿子祈福 但就在当天夜里 不满一岁的蜿羊济安 这个皇太子夭折了 痛倒之余 金西宗马上下诏 给这个儿子呢 示号为什么呢 英导太子 金西宗刚刚继位的时候呢 金国四处略地攻伐 毕竟当时还有几个老臣在 他这个国事啊 什么都比较顺利的 不仅呢 能够顺利的 把这尾旗刘裕政权给废掉了 当时呢 还派出军队 而且还打得当时南宋 高宗赵构啊 割地称臣 因此金国国内的政治情况非常稳定 百姓呢 安居乐乐 天俊二年呢 由于金国国内的政治纷争 各个全臣以他的名义啊 互相杀戮 啊 你和什么 蜿蜒宗盘啊 蜿蜒宗军啊 蜿蜒打揽啊 蜿蜒湖啊 蜿蜒远 等等吧 这些宗室亲王 呃 都是以金兮宗自己的名义 啊 下招 给杀掉的 内心当中呢 他也是大受刺激 不过呢 他和裴满氏 之间的家庭生活呢 倒是越来越好 裴满氏呢 也正在这个阶段 就确立了他自己在后宫那种专制地位 而恰恰是 那小孩 皇太子 完颜继安的妖王 对金兮宗的精神呢 要造成了强烈的刺激 由此之后呢 金兮宗和裴满氏 夫妻之间的关系呢 越来越紧张 皇老八年 就公元1148年 金兮宗的大臣 完颜终毕 啊 这个死之后呢 朝中宗室老臣啊 基本上都死了 要不就病死了 要不就被杀了 裴满氏呢 这个时候就开始肆无忌惮的 干预金国政事 自己的儿子 皇太子 完颜继安死之后呢 金兮宗好几年 都没有再生皇子了 最主要原因 就是身为皇后的裴满氏 非常嫉妒 时常干预金兮宗在宫内 林姓别的嫔妃 由此呢 使得金兮宗 宫内生活和家庭生活 变得毫无乐趣 因此呢 使得原先本来就压抑的 这种心理压力呢 就更大 我们看金史 张通古传 就可以发现 那上面怎么记载呢 金兮宗自太子 既安婚后 祭祀未定 身以为念 陪满后多专制 不得肆意后宫 颇寓酒 往往迷惑忘弄 首刃杀人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哎 经过历史上 另外一大人物登场了 谁呢 蜿蜒亮 我们就要知道 作为一个女真皇帝 金兮宗啊 喝喝酒 撒着疯 打醉点东西 如果仅仅止于此呢 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呢 不算什么大过 可怕的是呢 这位爷 醉酒杀人 杀晋士 杀大臣 杀嫔妃 甚至连他自己的皇后 也被他捅死 所以说弄得他身边 人人自危 当然了 所谓酒醉 人心性 金兮宗杀的皇后裴满氏啊 也确实与这个女人干政有关 我们想一想 经过出于草原民族 草原民族的后族势力呢 一直是挺强大 女真人呢 也不例外 那么这位裴满氏呢 她这裴满家族就是个大族 本人呢 又是个河东狮子 促劲特大 就实时阻止 金兮宗他老公和别的妃子欢好 而他当时 成罪首任裴满氏 另外一个人是什么呢 就让金兮宗啊 准备纳他的弟弟 做王的妃子为皇后 因此他就戒酒杀风 一个月之间 就首任了裴满氏 包括其他四个杯子 这人一喝醉了 有时候就完全不管不顾 他不仅把裴满氏给杀了 而他当时唯一活着的儿子 就是另外一个妃子 贤妃所生的 魏王蜿蜒倒计 当时还也是个小孩 也被金兮宗趁着酒劲 一刀给刺死 至此呢 我们就该说说蜿蜒亮 金朝的蝗虫九年 就公元1149年 南宋绍兴十九年 这一年呢 恰恰恰赶上金兮宗养父 他的长子 蜒蜒亮生日 金兮宗呢 就命自己的侍卫 叫大兴国了 给这位童年企业 就和自己一起玩的 这个弟弟 送去了赏赐之物 当时那裴满皇后还没死 得知呢 哎 是这个皇帝 蜒蜒亮的生日 这个蜒蜒亮呢 长得替躺英俊啊 就也让这位内侍大兴国 他是个卫士 他是个卫士长啊 顺便呢 捎带去自己 给这位弟弟的礼物 金兮宗呢 听了这件事 心中好大不高兴 姑知意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就许你赔满世吃醋 他也吃醋 作为男的他也吃醋 你看我自己老婆 还惦惦自己 长相英俊的兄弟 所以说呢 他当时是顿起泱泱之意 大兴国那卫士长回来之后 他就让自己手下这些兵士 狠揍了一顿啊 这个大兴国 把他足足打了一百大棍 这还不算 然后他把先前啊 这个大兴国送给蜒蜒亮 那些次物 那些金兴财宝什么 都都要回来了 这事呢 估计金兮宗啊 当时也是一怒而起 也是喝高了 但是蜒蜒亮知道这事之后 心中是一句顿声 我们要知道 历史上好多惊人大事的 这个原因 往往是一两件 芝麻蒜皮般的小事引起的 现在史书呢 一讲起金国的蜒蜒亮 总会提及 他当大臣时 讲了几句话 五志有三 国家大事皆由我出 一也 率师法国 执其军长 问罪于前 二也 得天下绝色而欺之 三也 如果我们平和地进行分析 蜒蜒亮当时对他的好友 那汉人高怀珍 讲的这些话 绝对不算什么悖逆狂妄之言 如果蜒蜒亮日后 就成为唐太宗那一类人 这些话呢 可能就变成豪言壮语 就和当时这位英俊小伙手中善面 他自己写的那两句诗文交相辉映了 大饼若在手 清风满天下 蜒蜒亮 真正开始寄于金国的一个地作 第一呢 就是由魏生恨 就恨上他这哥哥金西宗了 第二呢 也是当时金朝大臣有个叫肖玉的 穿托他 肖玉怎么说呢 新太师为太祖长子 德望如此 人心天意 亦有所属 功成有智举大事 愿竭力以从 他说这个先太师 就是蜒蜒亮他亲爹 蜒蜒宗干 因为这个蜒蜒宗干 是这个金太祖 蜒蜒阿古达的这个树长子 自己有了心 又加上肖玉这些人 这些话 蜒蜒亮呢 当时大喜 由此呢 他对这位肖玉 也是庶家健言 一直向哥哥金西宗推荐 耳后的肖玉 就掌握了两经的君政实权 由于当时蜒蜒亮生日 自己的皇后陪满事 赐给他礼物 引起了金西宗的不满 但是金西宗对这位兄弟 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不久呢 还是任命 蜒蜒亮为左丞相 但四个月之后呢 又有一件事情 使得兄弟二能观笑紧张了 当时是金国黄虫九年 这个四五月间吧 金国的自然灾害非常多 狂风暴雨 雷电正宫 古代人非常迷信啊 认为这些天变呢 是上天事情 因此金西宗啊 就命令汉人学士张军 替他自己啊 起草醉己招 以此呢 来奉搭天界 醉己招啊 在历代皇朝都有 其中不少都固定格式 在行文当中呢 一般都有类似于什么 啊 唯德佛类 上甘天界 什么顾姿寡妹 苗鱼小子等等吧 这些套话 啊 这些对上天表示恭敬 啊 表示这个 醉己嘛 啊 表示这样的话 而当时呢 金国的参知正事 有个叫萧毅的 这人挺阴损的 他又一直呢 在内心当中 抵制汉话 因此他就拿这份诏书 对金西宗讲 唯德佛类 是指大无道 苗鱼小子 苗者目无所见 小子无知婴孩之称 这明明就是这些汉人 脱以文字 指斥皇帝陛下名 金西宗当时呢 一直处于那种半喝醉状态 文人勃然大怒 马上命令卫士 把这个张军啊 拖下殿 大棍子击打数百次 而当时这位倒霉的笔杆子呢 这个张军的命还挺硬 几百大棍打完 还活着 依旧在原地辗转身影 那就是不断气 宿醉未醒 金西宗啊 当时也是非常怒 亲自下殿 掏出了腰间匕首 把这位张学士的嘴啊 一直滑到耳边 然后冲着他脑袋乱扎乱捅 等于残杀了这位汉人学士张军 杀了张军之后 一身血啊 他有金西宗啊 气冲冲的就回到座位 就问群臣 张军办善 随时为之 张军写了这么多 这个侮辱皇帝的话 谁让他写的 这个时候呢 在朝中一直和湾延亮 两人关系不好的 就湾延宗贤就回答了 是太保所为 湾延亮传道他写的 听湾延宗贤如此回答 金西宗呢 一时漠然 愣了一会儿之后 怒气又起 马上下诏 扁腕延亮于京外 认他为领星台 尚书省事 别在中央待着了 这一段经国历史呢 我们纵观各种史书 包括现在啊 什么这些后代历史学家的权势 无论史臣学者 都对尚书事情呢 照猫画虎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金西宗啊 一直是汉人大儒韩访的弟子 朝神当中汉人啊 契丹那些族通汉文的也特别多 他本人肯定也是精通汉文 由此呢 这么一个汉文已经过了二十八级的 这个金西宗 他怎么连汉文当中那种公恩格式 类似于什么此之境里 这样的套话都都看不懂呢 还需要当时西族出身的 那个肖义给他做翻译呢 实际上 由此就会看出 金西宗朝廷内部 那政治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使后期金西宗一个人已经说了算了 坐稳了皇帝了 朝中宗室大臣之间也是勾心斗奖 他们之间的相互倾压 一愈演愈烈 这个时候呢 天天处于酒精中毒状态的金西宗 所以说呢 他颤子酒劲 才有惨杀学士张军那一幕 否则呢 我们一边大讲金西宗汉话 一边又讲他不懂汉文 以文杀人 那就完全讲不通了 综上所述 研究他先天的种种所为 金西宗日后纵酒成性 就跟他青少年时代 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还非常有关的 时间呢 又过去四个月 还被匾外围观的 正巡视各地 那湾延亮又接到诏书了 他皇帝哥哥金西宗 让他回京 认篇章正式 按说啊 这是金西宗啊 心意回转了 就等于是给湾延亮升官 湾延亮接到这诏书呢 却是一句一尝 等于是硬着头皮回到京城 那么在湾延亮回京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人取名是什么讲究呢 前些时候专门有人 对中国啊 这个崇明度最高的 已经做过统计 看过之后呢 就会发现 我们很多人现在起门是想象力啊 确确实实 已经被牢牢束缚住了 如果我们翻开史书 就会发现以前的人 还太会取名字了 名字不仅起的好听 寓意又好 用词呢 还特别优秀 此外啊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古代人起的名字 不同时代 也有不同的风声 你说西汉 就很流行的用什么 永安五和八 起啊 熊啊 来做名字 东汉末年呢 道教兴起 当时最流行的 道教派别 五斗米道嘛 那些教徒啊 就喜欢用枝 还作为名字的一个案记 由传到南北朝期间呢 就形成了把枝 作为名字的风尚 比如说 大书画家王熙枝 他也喜欢道教了 他五个儿子 这个几个孩子 名字各个都带枝 就连他的孙子 起名也带枝 所以说这就属于 过意执着了 到了唐朝呢 人民生不安康 人宁兴旺 于是又要出现 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用排行 大排行 用作家内的称呼 比如说读唐诗 能看到好多 大排行的现象 比如说孟浩然 称孟六 袁朕称袁九 王维称王十三 白军义呢 称白二十二 所以说他在 他们白家大排行啊 特显得家丁特别兴旺 那么到了 以文艺著称的宋代 起名要什么讲究呢 宋代起名的第一大变化呢 就是自背取名制 就开始了 流行了 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 实际上就从北宋 原封年间开始编修了 那么第二呢 在崇尚道教的宋代 有不少人呢 就按照音量五行 来给孩子取名 很多人呢 还喜欢用五行的 作为续辈 来取名 也就是五行相生之一 比如宋代打入朱熹 从他爹朱松开始 朱家的一门五代 取名呢 都是依靠什么 木火土金水 来做瓶子偏袍 以和五行啊 来这个相应相生 朱松的松 这个是穆字盘的 朱喜的喜呢 下个四点火字形 朱熹的儿叫朱赛 赛呢 是有土字在里面 朱熹的孙子叫朱贱 贱字呢有金 那么朱熹的曾孙 叫朱浅 这就不用说了 水字边 金木水火土 他们家都有了 所以说宋代五行起名 而是蔚然称丰 就连那大奸臣秦桧 他在给子孙起名的时候呢 也是根据五行 还来起名 第三呢 宋朝人呢 还喜欢在取名的时候 用什么老啊 富啊 翁啊 来取名 比如说东京梦华路的作者 就叫孟元老 赫山吉的作者 叫魏了翁 至于大理学家朱熹呢 他好顿翁 第四呢 宋代人还有一个 非常个性的起名法 比如说这个宋代被称为 建章四英的红氏兄弟 他们叫红棚 红厨 红颜 红鱼 你看这四个名字 从形体的排列上 还写在那一看 就有一种这个格式的美感 没一说中国史 说的哪不知道事 下次见